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广州永春的十二世 广州永春的十二世总共的内容叫 三拳三内外 两掌一成湖 三拳是哪三拳 边拳 独龙拳 剑拳 三内外就是 内摊外摊 内连外连 内搭外搭 两掌是 三平掌 铺一掌 一成湖叫做白鹤成湖 那么十二世有什么用 十二世是广州永春入门必修的课程 它最主要是三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基本功和运用技术的结合 第二个身形架构和运镜的结合 第三个就是长桥和短桥的结合 还可以举很多 但主要的就是这几个特点 那么下面我们先从十二世的第一世 偏拳开始讲解一下 偏拳就这样 下马 前侧 抽拳 一拳就创新 打中 像这样去 这样要求这个马 就像刚才发腰基本功一样 这个重心 这个是拳偏 所以基本是坐在后马 拳就要向前 上下同肩膀平 前后同胸平 在这个过程 两个手要交叉创新打过去 腰的要求也是这样 这个马叫子五马 又叫偏马 身体的重量基本坐在后脚上 这样这个脚随时可以提得起 比如我这样转过来 这只脚立即就可以抬得起来 那么开始练的标准以中路为准 下面我们请陈师傅一起来示范一下 偏拳在实践中的应用 现在我就将偏拳的运用组合起来做 举个例 刚才他直拳打到我这 那么我一转身就这样避开了 就变成我这一拳打过去 做到不招而打了 这一拳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身体要转得够 现在我们换成正面 他打我中心 我一转 我避开了 他的拳就完全打空了 但是我的手就只打出去 不知不觉就省了很多了 好 回过来 他打完我一拳后 好 他一拳就抽过来打我腰部 我这里一扣手 这里打个偏拳 这个本身第一个就是偏拳了 这个我又是偏拳 再来 我又是一个偏拳 好了 我偏拳 这个身的架构 这个手够长 第二 我这个是虚的 撞了 我随脚一起 他就倒了 好了 再讲一下 他出拳 打我中路 打我胸部 我一转身 我正好避过他了 做到不招而打 跟着有一个空位 他抽我一拳 我一扣手 又是一个偏拳 跟着 我攒了一脚 我这只脚是虚的 随时可以起脚 我一下力 打了他都不知道 所以 永春手段比较隐蔽 好 下面我们讲讲独龙拳 独龙拳就是这样扎马 也就是前仰马 侧身打一拳 跟着转身 去 去 去 这里打到一定程度了 跟着转过来这边 一 二 三 好 收 下面我们再讲剑拳 独龙拳与剑拳 其实就是独龙拳加了个剑步 就变成了剑拳 好 我做一次给大家看看 好 收 好 在永春里面 俗称四大拳 一个是三星拳 一个是偏拳 一个是独龙拳 一个是剑拳 加在一起就是四大拳了 一般入门要首先要打好这四个拳 打好基础 打拳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打通劲道 打通筋骨 打松肌肉 能够做到打松 你出拳才能出得快 才能做到有力 才可以做到短静寸静的作用 独龙拳先是正马前仰马 两手抽高到乳根 手肘擦着身体 创心打拳出去 跟着左转 身体转成90度 这个马就是植物马 就是说身体的重量尽量坐在后腿 前脚基本是抬得起的 再拧身一转 转回前仰马了 这边侧身打过 当你打到一定的程度 你换手时 冲两拳 一个中立 再换回这边 一样是要挥肘 一样是要穿心拳 要打准 腰要用劲 好了 剑拳 剑拳其实就是上步独龙拳 一拳打出去后 左脚向左侧跨出一步 一踏 一转身 一拳 一拉后脚 形成这个姿势 再上步一拉 再上步一拉 好了 打到这么多就回头 现在中立 起 踏步 拉 踏步 拉腰 踏步 拉腰 打这两个拳的关键是 腰手马合一 特别是不要腰手马分开 如果打一拳换了脚 打一拳又换了脚 造成合力就不会一致 出的力就会有限了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它在实际应用中 怎么运用独龙拳和剑拳的 好 请陈师傅出来一下 刚才我们怎么运用了独龙拳的 好像刚才 他打了我一拳 去 我一拳打出去 一拳创新打出去 他第二拳打我腹部 我一进步就打上去 跟着我一转身 啪 这就刚好把这个独龙拳和剑拳 加在一起了 一 二 三 我们再做一次 一 二 三 那么这个关键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本身出拳 就无论独龙拳也好 剑拳也好 或者三星拳也好 都要创新的 他第一拳打我 其实我一拳三星拳 第二拳打过来 打我腹部 我就抢先 在这个进步打他一拳 跟着拉拳回来 再打他一拳 都是沿着中路打 大家注意 一定要创新 还要腰手马合一 如果腰手马合一的话 力就很大了 如果你腰手马不合的话 你的腰先出 拳后出 或者拳先出 腰后出 打出来的效果就差很远了 现在我们来剑拳和独龙拳的第二个组合变化 大家看好 这个组合变化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做 比较简单 他一个摆拳过来 我这样一拳 我一打 已经拉开了距离了 跟着我想打他远一点 我一进步 一拳打过去 拉一个剑步就能够发出很大的力了 就好像刚才那剑拳 上 去 就这个动作了 所以做这些基本功 对以后提高有很大作用 关键在什么呢 其实讲来讲去 就是拉个剑步 腰手马合一 拉个剑步 去 去 腰手马要合一 你合得好的话 这个拳头就很大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内摊 内摊 又叫阴阳内连掌 在永春里 穿心为内 不穿心为外 现在 我这个内摊就穿过了心口 就像这样摊出来的 摊成一条斜直线 摊手 看香港片已经很多都介绍过摊手 摊手的要点就是 望要转 摊出来的时候 望要转 轴也要转 这个轴要归轴 现在我们就结合实际应用 介绍这个摊手给大家 现在请陈师傅出来 摊手 摊手就是两个手都要穿中 也就是说 如果对手打我胸部 我就用摊手 一穿一摊化解 另一只手的作用 就要看你临场变化需要了 示范一下 一 二 其实这时候 你打我胸口 我手一穿 过去一摊 跟着我的手 就打一个三心拳 打一个偏拳 它再打我头部 我就这只手摊过去 跟着我顺手一个成肘 就打到它的软肋 那么 只要我们的肘够快 将它就摊在门外 再来一只手 碰 摊在门外 那么我这只手 等于就是 攒了一招 连消带打 接着 乘肘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练好它 就要花一些时间 因为 要有内劲才行 好 现在我们讲 摊手的第二种用法 好 陈师傅 你来试一下 刚才我们做第一组的时候 摊他的手 摊的是他的内门 现在我摊他的手的外门 凡是功夫圈的都是这样 手臂的内侧叫内门 手臂的外侧叫外门 现在我摊的是他的内门 好 现在我摊他的外门 出拳 这里就摊他外门了 我这里摊手 啪一声 打中他的腋下 打到他的软肋 再一拳 再一拳 一摊又打到他下面 跟着我上马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一个层间 跟着就弹开了 所以 摊内门外门 有什么区别呢 那门就轻松些 但是 他的手威胁比较大 所以 要做的够快 一摊 啪 碰一声 做的很快 外门相对 碰一声 跟他距离去的比较远 但是 做第二摊 难度就比较大了 再来 一 二 但如果我们熟的话 内外门都一样 摊手 一个咏春比较常用的手法 但是 做到摊手不容易 要练到一定的时间 才能做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讲一讲 永春十二世的外滩了 外滩是这样 落马田阳 好 大家做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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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滩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 中上路手为主 如果别人打你一拳 大概中路或上路的话 这只手就由外面摊到中间 掌心朝天 手臂呈45度 这个马刚好转到一半 也就是转45度 这样我们不如就结合实践 这样我们不如就结合实践 请陈师傅出来 拆给大家看看 这个外滩 我现在来接中上路 比如刚才他一个高边腿 边我 我一个外滩 我一侧身 利用我斜斜的角度 加上望的旋转 这样就比较有效地 卸了他边腿边过来的力量 当我一拦截完的时候 我离他就比较近 我离他就比较近 如果他的手要打的话 在那个位置比较远 所以他重心不好 同时抢弓的话 他一踢我 碰一身 我一拳的话 他现在手就来不及了 不够我快了 再来一次 我一脚拦截 去 跟着我一拳 跟着一个磕肘 由于一个连环攻击 像激光枪一样 他想反击 已经没有这样的距离和时间了 所以勇春的好处就在这里了 刚才我用外滩接他的高边腿 现在我试一下接他的高踹腿 刚才这个外滩 第一个接了他的高踹腿 高踹腿直立打我胸口 我一侧身 一个外滩 就用一个转身 卸了他的力 卸了他的力 卸着这只手 滩出去 这样就变得很轻巧了 我避开他重心 我身体一侧时 其实他打不到我了 我的手拦截一下 保险一点 跟着我就一脚 由于我用手到脚的过程 频率做得很快 如果你踹一腿 再打拳 你试一下 我快不快 为什么我用摊手 可以接高边 又可以接高踹 理由就是 高踹的一脚 打我胸口 打过来 我一卸马 就已经将他的重心 避开了 然后再来 我一拦住他 跟着就起脚 我使他静没缓过来 就立刻出脚 变成我能做到 后发先制 好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内达 泳春内达很有特色 一 二 三 做快一点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所谓内达 就是将手 搭住别人 那么内达的要求是什么呢 其实一搭 转过来就是45度 然后手肘一定要尽量贴近中线 而这个手就不能过波 左右不过波 搭这只手 这个形像个蛇形 这里一个手臂 层45度 压住别人的 具体我们结合运用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请陈师傅出来 外大的变化和内大的变化 好 内达注意什么呢 好像刚才他一拳打过来 我的手就在这拨开他 拨开他之后 一搭 搭住他 这只手就打拳了 如果他那个手摆拳过来 啪 同样可以的 我的手稍微高点 一 二 好 跟着我上前一步 用手臂压他 成搭手姿势 这个就是搭手的变化 内达比较好用 比较近 比较短 用来手臂接人 比较省力 好 内达的变化第二组 大家一起看看 就会有点赞 达的变化 的变化 达的变化 达的变化 但还不需要 这只会有点刷 没达的变化 你就找到 还有 刚才我这个内搭第一次接他内门的初拳 就是接他内门 现在我就是接他外门了 一拳 再来 他再打来我就锁他的喉 跟着一拳击头 跟住一拍 这就将他这个人借势摔下了地 所以搭手在永春十二世或散世中 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这个内搭的要领刚才我讲过了 一定要穿过心口 穿过心口后形成一个蛇形 比如他打一拳过来 碰一身 再来一拳 碰一身 你最重要将他手的力接横 拉开他 横他 这只手一定要归走 如果这只手飞走一定被人拧 好了再来 你一上前就知道怎么打 你自己要灵活掌握了 你不一定打这里 他现在打我 碰一身 打他头也可以的 用的时候靠大家灵活了 所以不要读死书 对于招式 不要只知道外形就可以了 一定要领会他的内容 对于我们的灵活 好 刚才我们讲的是内搭 现在我们来讲外搭 外搭是如何的呢 先扎好马步 内搭就是内门过去的 外搭呢 就是外门过去的 就不用穿心 就叫外搭 我做一次给大家看看 外搭关键是什么呢 一个肘要归肘 由外门搭进去里面 一个手指向前 指着别人的喉咙或者眼睛 这里做好护手 这个手臂呈45度 一定要手臂尽量靠近中线 下面我们结合变化 结合一个运用讲解给大家听 这个外搭是什么意思 比如 他一拳打在我这里 所谓外搭 可以这边出 也可以这边出 那么现在我做的就是内门逼他 他一拳打过来 我手势同样是这样 直接向他眼睛插过去 只要我护手做得好 他一拳打我的头 我护手一缩 直接就插到他眼了 刚才我们玩的是外搭 形状就是一模一样 再来 跟着我一转身 一脚沉走 打到他脊上 干脆利落 好 下面我们就做外搭应用的第二种变化 这个外搭注意些什么 应该怎么做 比如他一拳打到我的胸口也好 打在我的头上也好 他一拳打到我的胸口处 我手一外门一搭 搭住了他 他立刻打我一拳头 我一搭住 就插他喉咙 插完他喉咙 跟着一拳就击中他鼻子 跟着一个扣手上不打去 在这里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 你一拳打过来的时候 你的肘一定要归 如果一拳打过来 我的肘是这样的话 即使没用了 如果我飞肘的话 他打中我了 肘一定要归 逼开他 这里 我的手一搭过去 顺势向他眼睛插过去 他只能避开 窗拳出来想揭开我 我抽一只手 想插他喉咙 一 二 插他喉咙 插他喉咙 我的手怎么办呢 拍一拳打在他鼻子上 跟着一掌 把他打倒 那么变成了我连续不停地打击 连续打他几下 随便一下中他要害 结束战斗 所以就是咏春的好处 咏春的手比较快 比较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我们讲解一下 那内联 首先我摆个姿势出来 一按一拳 那内联 注意些什么呢 那内联 其实就是别人的手打过来 你在里面按下它 再压低 纳住他的手 另一手再冲他一拳 压下来 再冲拳 这就叫 那内联 那内联 我们一会儿结合实践 来演示一下 再解释 现在请陈师傅出来 拜拜 好 所谓纳内联是什么 纳内联注意些什么呢 好像现在坐这边 你这拳这边打过来 我一摊 摊直他 他在外面打我一拳 我一按下他一拳 打在他这里 他再插打我一拳 我又是这么按 刚才我一个上掌 跟着一个弹掌 一个连击 根本上已经将他打开了 那么纳内联要注意些什么呢 第一拳打过来时 按也行 直指手摊也可以 那么我做一个外摊先 他过来那时 关键就是我一按下他 当时要归走 连走一起下 跟着一转身 就打他一拳 如果我有一个环节 做得不好的话 我这样的话 就会给他留有机会 这个大家要注意 再来一次 一 二 再打 三 就是这样打 再来 四 就是这样下 一个连击 不让他打我 可以这样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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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打 好我们现在向大家解释一个 那外联 那么怎么做呢 大家先看我做一次 一拳冲出去 这首 从外形来看 如果不是对链 不是搏击的话 那外联和那内联 都有很相似的地方 那内联 一只手按下来 这样插出去 那外联就不一样了 在外门那 纳出去 记住 一定要创新 那么我们结合实践的应用 来演示一下 现在请陈师傅上来 是你 我他还会把你抹换 那我还会被你抹拢了 我还会把你抹拢了 我会被你抹拢了 你抹拢了 没有 我还会把你抹拢了 我可以把你抹拢了 刚才我们做的是那外联的变化 那外联和那内联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我们讲解一下 这一拳打过来 如果那外联的话 我就已经在外门接引 这只手按下去就行了 如果是那内联的话 那么就必须他的手就在里面出 即是在我的内门出 一拳 我一摊 这里这样 再来他必须在我内门出才可以 如果他从外门出怎么办呢 碰一声 我变成这只手 出 这个手怎么那外联 即是换句话说 他这只手接触到我的手臂外侧 我外桥照那他就叫那外联 如果他的手接触我的内门 我一那他就叫那内联了 大家分清楚 刚才那变化最主要是什么 比如这么说 他一拦截 一拦截我 我在外门 我就纳他 他一拳 接着我再打一拳 跟着我扣紧他上身 一按下一个走下去 那么这个动作 你做的好的话 就一气呵成 很有效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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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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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